去年中国航天一共进行了19次发射成功率达到100% 而今年中国将迎来一个航天大年 计划实施25次左右的发射任务 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无疑是长征5号和长征7号 两个型号的火箭的首飞 那据此前披露长征7号将在今年6月首飞 长征5号将在今年9月底到10月初首飞 长期是中型运载火箭直径3.35米 目前主要是想让它发射天舟一号火运飞船 未来长期将是我国现役主力火箭的接班人 长5俗称大火箭 相比于长期它可以说是中国航天最猛的大力士 长5的直径达到5米 运载能力是现役火箭的2.5倍 主要是用来发射大型航天器 长5如果发射成功 将使得我国运载火箭 跻身世界火箭的第一集团